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而两岸当今的现况 以及展望台湾明点总统选举过后的情势发展 今天要藉由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的观察 来探讨 非常欢迎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范教授时常在我们节目当中 针对时事做相当专业的观察 那么恭喜教授最近撰写完成一本新书 习近平对台政策与蔡英文之挑战 我想从这本书的书名开宗明义设想 从现在开始甚至到明年总统选举过后 可能的两岸新举 当然如果政党轮替的话 由民进党执政 那么过去从2008年国民党跟大陆 以九二共识为政治立场前提所进行的互动基础 未来可能就会面临重大考验 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今年年初习近平曾经指出 如果九二共识基础不牢将会地动山摇 就老师您长时间的观察 是不是就可以解读 当作对台立场 不管是不是有政党轮替 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不容撼动 我想习近平那时候在两会的期间 就是全国人大跟政协提出这个九二共识 就是地动山摇说 当然引发两岸的一些不同的解读 当然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 当然有它重要性 那原因就在说过去人大跟政协会议 大概都是以大陆内政为主 而且主要是总理的场子 所以说这次习近平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由他亲自出面 这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状态 第二就是他提出了这个九二共识 地动山摇的这个说法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当然就是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从去年318血运之后 然后一直到这个九和一大选 整国民党大败那民进党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然后加上就今年年初这个柯文哲 他这个夹着这个人气的光环 接受美国外交决策这个月刊的一个采访 他曾经说过这个九二共识是什么 他管不清楚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一直以来 也是就是不承认有九二共识 所以说大陆看到 特别是318血运整个这个台湾社会这样一个反中的氛围 那所以说从318血运到这个九和一大选的民党大胜 到柯文哲他的这个强调九二共识是什么 还管不清楚 还有就是包含像这个高玉仁先生也提出要超越九二共识等等 所以说台湾社会似乎对九二共识不管蓝跟绿都产生了一些忧虑 或者是质疑的声音 那因此习近平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地动三摇说 就是我觉得他某种程度就是要稳住这个阵脚 因为台湾内部其实包含蓝银跟绿银都提出这样一个质疑 甚至红秀柱也提出了九二共识已经过时了等等这种说法 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重大宣誓 那我认为他基本上所谓地动三摇 其实他是一个形容词 那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一方面是要对台湾做一个宣传 一个方面也是对内部做宣誓 就是九二共识还是中共对台政策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基础 是不过很有意思的是继续要请教教授 刚才你也提到了在过去这一两年来两岸之间的互动的一些变化 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对台工作 如果说就给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个月前往上海出席城市论坛 那么其实柯市长曾经说他不知道九二共识意涵 不过到最后出发之前 他说对大陆坚持九二共识立场是予以尊重跟理解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 显示说如果不主动挑衅 其实两岸互动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弹性跟回旋空间 因为理解跟尊重不见的是柯市长他接受所谓九二共识 对没有错就是柯文哲起上台之后他在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说他说不知道九二共识 总是一个中国什么内容他搞不清楚 然后到3月31号他接受这个大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当今世界上并没有人认为有两个中国 所以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接下来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大陆似乎对这样的说法不是很满意 因为大陆认为说 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柯文哲也是在打个擦边球 因为他这个说法两个中国 确实也没有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其实这个对于台独人士来讲 他们也是乐观其成 那本来就认同一中一台 所以这个说法后来我们看到大陆似乎对柯文哲这样的说法 并不是很满意 而希望他能够再更多的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8月3号的时候 大陆媒体又对柯文哲做第二次的转访 那柯文哲这次说法是说 大陆方面提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他说我觉得这个立场表示了解跟尊重 那这句话其实也有他的含义 就有他的雄外之音 我刚刚讲过柯文哲在3月份提出来说 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这个全世界没有两个中国 其实也是有雄外之音 就是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大陆可能接受 那是对台湾内部的甚至土派也可以接受 那到了这个8月份 我们看到过了半年之后 柯文哲他提出是说 大陆方面提出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大陆提出的 不是两岸共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谈的是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 这件事情 他不是讲九二共识的事实内容 所以这跟他知不知的九二共识其实是两码的事 他就是说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和平发展基础 这一件事情或这个概念或这个立场 他表达只是说了解跟尊重 他也没有说我支持 所以说柯文哲其实也是在打九二共识的插边球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我之前在媒体上也讲 就是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这就是柯文哲的表述方式 那今天就是说 他这个表述方式某种程度 其实你说柯文哲有没有支持九二共识 你也可以说他有支持 也可以说他没有支持 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 柯文哲这样做的这个诠释 而大陆愿意接受 我觉得要高度肯定习近平这台政策的弹性 那这个弹性我们也很好奇 是不是会适用在这个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身上 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提到这九二共识 可能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只说维持现状 当然可以解读 应该是保持一定模糊空间 但是这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说 蔡英文他未来总统之路 其实还是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大陆对蔡英文的 现在的态度 其实相对来讲是友善的 包含就是说他提出了什么维持现状说 他在美国提出了这个什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架构下 推动两岸关系说 大陆都没有给他否定 对 也没有延迟批评 所以有几个原因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原因 当然是因为他的民调竟然是第一名 而且跟红旧柱其实长期以来保持相当大的差距 也可以说就像柯文哲讲的 除非归星撞地球或者他明年应该会当选 那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觉得大陆也是很现实 因为我们知道 这共产党只跟有舍利的人打交道 大陆为什么对柯文哲会采取 这个J92共识 你可以用模糊的空间 他也很清楚 柯文哲在台湾政坛上算是一个异类 虽然他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被批评等等 但是基本上他的民调还算是居高不下 那也就是他是一个另类的政治人物 那因此大陆觉得柯文哲有实力 所以大陆愿意跟柯文哲互动 而且愿意让步 那蔡英文也就是我讲的 柯归蔡可不可以谁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大陆内部 因为大陆内部有人认为就是说 有一些强硬派认为 他们其实认为对柯文哲的让步党太多了 甚至认为柯文哲提的这个J92共识说法 就是诚如我刚讲的 就是其实根本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他没有真的承认J92共识 那他们认为对柯文哲的让太多了 那第二方面也有人认为就是说 柯文哲的模式只是地方政府的模式 不至于这个民共关系 特别是柯文哲不是民进党员 也没有台独党纲的问题 而现在民进党还是有台独党纲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柯规才不能随 那从民进党内部也有人认为 就是说柯文哲让太多了 他们认为我们过去像陈菊 像这个赖清德去大陆 也都不用谈什么J92共识 他们认为柯文哲是破坏了这个潜规则 破坏了默契 所以双方民进党内部也有人批评柯文哲的说法 那中共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民进党中央并没有批评柯文哲的这个说法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民进党内部其实也还是对于就是说 柯文哲创下了这个J92共识的弹性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还是对这个是寄予某种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大陆一定要蔡英文 你嘴巴讲说我要支持J92共识 否则两岸关系怎么样怎么样 蔡英文确实没有办法 那两岸关系怎么办呢 怎么走下去呢 我相信这也不是大陆乐见的 所以双方还是要找一个下台阶 柯文哲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有这样一个模式出来 一个柯P模式出来 那如果说他能够被民进党所能够接受 那中共内部习近平也可以这个说服他内部的强硬派的话 那或许明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就不会如大家所认为的 好像是地洞三摇或者是说会出现这个冷冻的状态 甚至可能会春暖花开也不一定 因为之前也有人担心会有雪崩式的外桥 所以各种的研判都有 不过就说如果民进党方面 他们的台独党纲一直没有处理 过去有人提动毒 如果这个没有处理的话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愿意给他们某种空间呢 谈性的等待空间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要看习近平他的这个做法了 我自己观察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很多东西他其实是非常的有谈性的 包含就是说我们刚刚上来之后 这个国台办主任跟陆尔会主委的见面 张志军跟王玉琪的见面 这就是很大的突破 过去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 他有的时候是展现出的是一种决策的明快跟弹性 包含这次柯P的事情 其实我自己观察 应该也是习近平亲自拍板定爱的 因为这样的一种在九二共识上的一种让步 除了习近平之外 我想大陆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至于说这个观点是不是能够适用到蔡英文 我觉得也看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当然我也要看蔡英文愿不愿意 所以这方面还必须要双方面累积互信的基础 对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以习近平的这种弹性的做法 其实也不见得不可能 对那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 你希望两岸关系 要走回过去2000年陈水扁当选时期的这种 整个两岸关系的零互动呢 然后这种冷冰冰呢 那这样到底对两岸关系好还是不好 会不会让习近平所讲的两岸的所谓的这个心灵相细呢 我想就越来越走越远了 对对对对 因为习近平一直强调这个两岸要这个 一家亲 一家亲 沿油在二 对不对 或者心灵相通 所以我也认为所谓的学公司外交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大陆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他绝对有能力 你不要叫21个邦交国 你42个邦交国 我想大陆现在都有能力 但是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结果 他把台湾邦交国全部剔光头了 那两岸关系就是会越走越远 只是知道台湾老百姓对大陆更多的仇视而已 那对于他对台工作来讲 他能够得到什么呢 对对对 另外就是说 那这反而证明的就是说 等于习近平对台工作是失败的 因为他让这个台独政权再度复辟 那所以他要做这个惩罚 所以那某种程度也是代表 那习近平对台工作的失败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不太会用这么样的方式的原因就在于此 是那么我们也观察过去习近平的一些作风 像在去年318太阳花旋云之后 就着重在三中一清的交流 应该也是显示他实际做法是非常柔软的 那么也称入教授您这长时间的观察 就是说习近平到底会对两岸的交流 未来是要再走回头路呢 还是会有一番新的这个做法呢 我想呢未来或许有些变数 但是如果说在台湾方面不主动挑衅的话 我想两岸应该还是可以有春暖花开的可能 非常感谢范教授呢 长时间的观察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师范大学 这支研究所教授范视频来分享 习近平对台政策与蔡英文之挑战新书的观点 非常谢谢范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